市长威嘉贤11号特别前往新一国小班 受了109学年度自治小市长的团队当选证书 市长肯定学校落实民主法治教育 也期许小市长许怡芳和他的团队可以发挥合作精神 扮演好学生和学校的沟通桥梁角色 11号上午市长威嘉贤前往新一国小 受到全校师生热情欢迎 他除了恭喜自治市团队上任 也亲自颁受了当选证书 并表示新一国小在民主法治教育方面奠定良好基础 让学生可以了解到选举过程 以及当选者上任之后的服务还有应尽的责任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每一个孩子 在参选的过程里面一定有提出非常非常多的证件 除了落实证件之外 也能够协助学校在各个事务方面的一个发展 那同时也能够照顾学弟妹跟学长姐的一些想法跟意见 那我们真的希望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鼓励孩子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新一国小学校长的特别的邀请 那让我们有机会跟孩子们互动 那也让请听孩子们的一些想法跟建议 在我们校园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年固定票选我们的自治市小市长 也在前几年也票选我们的校服跟学校的运动服 还有我们的校门都是经过学生票选的 可见我们校园民主化是非常成功的 新一国小新任自治市小市长是由许怡方当选 他提出了四项证件 包括新徐山校全校克服时代 维护学弟妹下课秩序及整洁 帮忙学校图书室借环书工作 午休时间轮流到育儿园及定年级讲故事 帮忙整理全校回修工作等等 而他的团队包括副市长陈亦安 环保及图书馆长徐子纯 警察局长何宇纯 市长也齐取小市长和他的团队 可以发挥合作精神 扮演好学生和校方间沟通桥梁的角色 建议国小棒不棒 棒 借徐丽琴花莲市报道